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歌善舞的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班级里的文艺委员 2004年 刚参加完中考的张寒韵 在电视上看到了超级女生 海雪的消息 虽然这类选秀节目在国内是先例 没有人知道最终效果会如何 但是对于爱唱歌 有梦想的年轻人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于是张寒韵和几个朋友背着爸妈报名参加了比赛一开始 张寒韵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是最后一场 但没想到他凭借着甜美的长相和歌声 竟然一路走到了晋级赛 拿下了成都赛区的亚军 最后他一路过关斩将 在总决赛中拿下了季军 也是当年短信知识率最高的选手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张寒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新人女歌手 他也顺利签约了唱片公司 并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狠张寒韵》 其中有一首耳熟能详 唱响大街小巷的歌曲《酸酸甜甜就是我》 张寒韵还因此获得了《酸甜女孩》的昵称 多年后 张寒韵在接受《毅力经》采访的时候 表示这首歌曲在当年创造的广告收益超过了20亿 但是作为演唱者的他 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不过这并不阻碍张寒韵成为那个时代的第一代偶像明星 虽然在外人眼中 他已经是一个宏极意识的超级偶像了 但实际上 他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 成名之后 张寒韵曾尝试过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回到学校上学 可是 只要他出现在学校里 周围就会有大批的记者 用长枪短炮围着他 这给学校埋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 许多学生开始想要复制他的成功 抛下学业 跑出去学习唱歌 这样的风气很快就引起了家长的不满 他们纷纷向学校投诉 无奈之下 学校只能劝退张寒韵那一年 张寒韵最卑微的愿望 就是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 但是成为了奢侈 本以为考上大学 一切都会好转 但没想到 有无数双眼睛 都在盯着他的成绩 就想看他闹出一个笑话 最终 在极大的压力下 张寒韵被迫放弃了高考 但没想到 媒体们并没有就这样放过他 他们纷纷称呼张寒韵是高考逃兵 可他们从没想过 就是因为他们的过度关注 让高考成为了张寒韵永远的遗憾 然而 世界对他的恶意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在一档名为《东方野谈》的节目中 张寒韵不小心将憧憬说成了撞警 结果遭到了知识分子的抨击 而当他意识到错误后 说的一句 sorry 更是让他遭到了无数网友的指责 只是因为一个错别字 一个16岁的少女 被打上了重阳内外 没文化的标签 然而这些还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小雨点 不久之后 张寒韵就被卷入了性丑闻之中 一个名为千面娇娃养老师的网友 在微博发文称 张寒韵是四川德阳某高中的校技 一瞬间 张寒韵赔水 张寒韵思生活混乱等等黑话的帖子 刷爆了社交平台 甚至还有人将张寒韵的头皮到女幽的身上 企图坐视他校技的身份 而当张寒韵参加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更是直接将这些大尺度照片拿到他的面前 逼问他照片中的人是不是他 即使张寒韵否认了 主持人也会冠冕堂皇地说 这是他必须承受的 不必否认 张寒韵也曾想过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但是当时的他才16岁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打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最终 他只能含泪忍受所有的骂名 但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 经纪公司竟然在这个时候抛弃了他 他一下子成为了没有工作 还背着一身债务的满身黑料的过气明星 为了活着张寒韵开始转型做主持人 但是没有经验的他 常常会在节目中出错 惹得其他主持人和嘉宾不满 他只好再度参加选秀节目 虽然获得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但是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让张寒韵一度喘不上气 他索性放飞了自己 把自己吃成了120斤的大胖子 就在他自暴自弃 前路渺茫的时候 他遇见了改变人生的贵人 刘德华 曾经 他因为荣获香港新城国语力新势力歌手奖 得以和刘德华等大牌明星同台 在合影的时候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台前几 就只有张寒韵一人锁在角落里 不知所措 刘德华看见后 把张寒韵叫到了身边 并主动和他合影 这个举动让张寒韵受宠若惊 也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在张寒韵跌入谷底的时候 刘德华一直鼓励他 让他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刘德华还建议张寒韵可以尝试一下演戏 因为他觉得张寒韵非常有灵气 于是 本来很抗拒表演的张寒韵 在刘德华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进修课 没想到这一个选择竟然彻底打开了他 因为演员的第一堂课就是解放天性 张寒韵终于在表演中彻底是放了自己 他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角色就好 2011年张寒韵参加了 我要上春版 刘德华在台下和观众以及嘉宾介绍说这是我的新女儿 张寒韵立刻乖巧地喊道干爹好 这一句干爹 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他们逐渐传出了绯闻 但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刘德华并不在意这些 而这些绯闻也已经不能达到张寒韵了 2013年刘德华监制的电影《初怜未满》 向张寒韵抛出了橄榄枝 她一跃成为了电影的女主角 这无疑是黑暗中的曙光 此后机会分支塔来 在《蓝陵王妃》中 她是善良美丽的原青索和端木林 可圈可点的表现让无数观众感叹 这还是当年那个只会做花瓶的选秀歌手吗 随后在《新潇十一郎》中 她扮演阴险毒辣的小公子 在《知否知否英式绿飞红兽》中 她是隐忍大气的圣书兰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日渐精湛的演技 让她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同时她也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第四季 《偶像来了》 《演员请就位》等等节目 虽然她一直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但是一直缺少一个真正为自己证明的机会 直到2020年 折服了许久的张寒韵 终于等来了事业上的新转机 她参加了《生临其境》 这档配音节目 一开始 她选择为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马东为配音 一个是声音长相甜美的氧气少女 一个却是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 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如何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 但没想到张寒韵张口的一瞬间 就仿佛马东为本为出现在了演播厅之中 之后 无论是《冰雪奇缘》片段 还是和寒雪合作的后妈茶话会 无一步展现了张寒韵惊人的实力 凭借着这档节目 张寒韵的配音水平 首次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令人拍手叫好 如果说声林其境 给了张寒韵展现演员功底的机会 那么 乘风破浪的姐姐 便是让曾经那个能歌善舞的张寒韵 重新回来了 在这档节目中 很多人都被宁静 万倩 蓝莹莹等姐姐吸引了目光 但是张寒韵却从万花丛中 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 在大碗宽面中 她以细腔惊艳了所有人 而这是她多年沉淀的结果 之后 无论是可爱风还是摇滚风 张寒韵都能很好地驾驭下来 虽然最后她并没有成团 但是她的努力和实力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就像此前很火的一句话 你要悄悄拔尖 然后惊艳所有人 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 那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 终于蜕变成了美貌和实力齐飞的大女主 惊艳了众人 十五年前 一名少女被荡妇羞耻彻底摧毁 然而 十五年后 三十一岁的张寒韵 凭借她的坚韧与才华重返舞台 她在歌曲中唱道 我这一生漂泊四海 看淡了今朝 月高高的挂舞期 张寒韵用她的歌声和实力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 曾经遭受的谩骂 诽谤 挫折和委屈 如今都转化为她奋进的动力 在她的旅程中 无论是鲜花和掌声 还是惊激于谩骂 幸运的是 她从未放弃自己 也从未停止成长 真正的才华终会闪耀 每一滴汗水都会被认可 张寒韵当之无愧地享受了今天的掌声和赞誉